设计理念或设计价值 其实对任何一个设计者来说 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范园108 或是其他任何一个设计里面 我们都会尝试地不断地去确认 巩固我们既有的设计价值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会说它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它也有它一个 对我们来说很特殊的地方 因为一开始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了解理解到 这个设计最重要的机会是在于 在于能够尽情的 甚至很任性的 很奔放地去把所有的 可能的情感给放进去 因为它这里面的要求 不再是一个市场上的考量 而它是一种生活上 城市生活上面一种 一种极致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在这里面去做一些 其实是很放开的 奔放的投入激情的一种设计的过程 可以任性跟自由的设计 因为我们觉得在互相沟通的过程中间 我们理解到所有这个团队里面 对于这个案子的期待 跟它的核心的一个目标 其实并不是去满足市场跟银河市场 并不是去创造一个产品 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 让市场被市场接受跟消化 其实是去在一个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热爱的城市 里面去创造一些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 这个城市的人的一种情感方式 跟对生活的期待的产品 所以它不是那么局限于一些数字性的考量 它更期待的是一些精神跟情感城市上面的 一种释放跟呈现 它还是一个商业的产品 但是相对起来我觉得像行总 它是一个聪明的生意人 作为一个聪明的生意人 其实他知道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好事 最大的附加价值 而不是每天都会去看他去年的账本 跟去年的市场调查的结果 就是说去年的东西 你永远不可能卖明年的价钱 我觉得在开发团队来讲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在做一件往未来看的东西 自己做的事 对